Michael 剛剛你也說了 其實他有減價的需要或者空間 譬如像小米那樣 他的策略可能真的隨時 現在虧給你舍頭賺美 可能之後慢慢賣得好 他又賺錢 當然股價其實就炒高了 你想應該走這條路 還是不是的 可以自己走回自己這條路 我這樣定價這樣定位這樣定位 不用理會其實整個行業是怎樣 雖然他的毛利率是相對高有空間的 可以給一些進取的定價 但是需要在這一刻做嗎 我想都有機會 因為面對他的勢力反而不是這三隻 即是說維來和小鵬 更早已經倒下來 我覺得相對地 他現在更好一點 就是有條件 你說殺價 你說他拉低一點 就是正如你所說 希望保住的量 保住市佔率 你可以減價 你說毛利率有條件 如果各方面保住得好 都未必拉得太低 至少有水位去20% 或者10%多 但問題是 市佔另一個看法 就是現在可能要看的 就是品牌背後的生態圈 推動和技術方面的發展 這個就是華為和小米殺入來 大家覺得 他車是否真的這麼快 賣得很好 賣得很好 不知道 但是他衝過來 他們說自己會研發技術 市場市現在 市場看起來 看氣質生產商 就是在技術上 能否再領先一層 因為如果在這方面 反而反而 可能還有第三方合作 或者可能海外 或者方面的推動 會比較容易 這個就是華為和小米 一直好像現在衝著 他們在背後的技術 支援團隊 或者各方面 是有優勢 比起剛才說的新勢力 他們的推動 單邊第一做車 變成已經有所不及 這也是未來可能有機會 取代市場的眼球的原因 我覺得 好 你見到這個股價走勢圖 都幾乎酸 山頂滾到現在 105元這個水平 現在如果你看到估值 因為去年就是紐規為盈 還到幾年之後 終於紐規為盈 賺了110多億的 估值去到十幾倍 究竟我們現在 應該怎樣去衡量 理想的估值 會不會去年那個業績 已經是最漂亮的 收入升了1.7倍 又賺了百多億 今年如果沒有這個估值 可以演繹到的時候 沒有這支歌仔唱的時候 股價可以怎樣去評估它的估值 其實你現在看它 它都是市盈率和預測市盈率 你要看回未來來說 會不會反而慢慢有些偏離的情況 因為現時的市盈率是16倍 預測市盈率是13倍 但如果在未來來說 真的有點扭轉了 數字慢慢拉近 這代表 如期未來他們反過來 賺錢能力是比較弱 但這個自己和自己比 但如果你說和同組比較 譬如我們都按過吉利 或者是長城 我想這兩隻近期 都算是在曾經估計時再冒起 以傳統汽車和生產商 都很積極做生靈汽車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 他們會慢慢拉近 所以市盈率 可能潮著 先看13倍出發 這件事如果再有機會 可能再失手100元 那些機率都不排除會存在 畢竟他們是高估值出發 去上市 現在又要將這波拉低 可能面對壓力都會大